基层 水泥路面下面 设的这个基层有什么作用呢 它的作用是防止或减轻 由于基泥产生的板底托空和错台等病害 与电层共同作用等等等等 控制或减少路基不均匀动胀或体积变形 对混凝土面层产生的不利影响 然后呢为面层施工提供稳定坚实的基础 改善接缝的传合能力 一大堆 其实我就想让你知道 什么基泥板底托空错台是什么意思 所谓基泥 我们看啊 水泥路面上面有很多纵横交错的接缝 它防止日漲冷缩 导致了板块桥区或者张裂 所以水泥路面上面有很多纵横交错的接缝 是不是 那么这个缝的部分呢 通常我们是用嵌缝材料把它给嵌田觅食 防止雨水下渗的 但是有些路面它连久失修 嵌缝材料就缺损了 这个时候雨水就从这个缝里面就渗透下去了 如果下面没有基层的话 这个雨水就直接下渗泡到了路基 把路基给泡化了 泡成泥浆了 那这个时候旁边车人子一压 泥浆是不是从风里面就寄出来了呀 这叫寄泥或者寄浆 讲的最直白一点 大家下几天去逛步行街 如果是那种方砖铺的步行街 大家走上面的时候会感觉到心里面非常的恐慌 因为一不小心就踩雷呀 一踩啪击一下 某一个方砖如果是松动的 下面就会寄出一团泥浆 把你鞋煎的一些都是泥浆 是不是啊 就要寄泥和寄浆啊 但你想你长期的把下面的泥浆寄出来了 那这块方砖下面就脱空了 就松动了 机容易就破坏掉了 是不是啊 你看看长期把下面的泥浆寄出来了 板底不就脱空了吗 板底脱空了 上方车辆或者赫载一压 下方失去了支撑 那不就容易开裂破坏吗 一开裂破坏 往下就会沉降啊 形成一个台阶叫错台嘛 所以说 近离 马里测弓 错台 是一个点贯性的组合动作 这个概念知道怎么回事就可以了 接下来 基层材料选用的原则 这是一个选择考点 就是说 我们到底怎么来选用基层材料 用什么材料来做基层呢 你首先得搞明白哦 基层它是属于一个中间层级 它是起到一个层上起下的作用 层上就要承托上面的面层嘛 所以说咱们就要考虑到上面道路的交通等级啊 那交通等级越大的 肯定要求基层材料就越好嘛 因为它要乘上 要承托上层啊 是不是 那基层不但要乘上 还要起下 怎么个起下呀 它要考虑到下面路基里面地质水门不良的情况啊 所以说你看 要考虑到下面的路基抗冲刷能力嘛 是不是 这时候呢 你看 根据交通等级和路基的抗冲刷能力 来选择基层材料 就是考虑到它是乘上起下作用的嘛 是不是 好 那肯定交通等级越高的面层 交通等级越高的面层 用的基层材料就越好啊 比如说特种交通等级的 那就用平混凝土 碾压混凝土或者离青混凝土 它都是带混凝土上的嘛 如果是中轻交通等级的 交通等级低一点 对基层的要求当然就松一点嘛 所以说它可以选用水泥或石灰粉灰 稳定力量或者集配力量 来作为中轻交通等级道路的基层嘛 哎 你就知道 交通等级越高的 对基层材料要求就越好 用的都是带混凝土三个字的 然后呢 交通等级低的 啊 比如说中轻交通等级的 当然是水泥或石灰粉灰灰稳定力量 或者集配力量 是带力量两个字的 是中轻交通等级 是不是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 搞明白了啊 搞明白了 如果偶尔考试考个小选择题的话 那么特重 就是带混凝土三个字的 中轻 就是带力量两个字的 有的学员说 老师啊 万一 万一考到重教通怎么办 啊 万一 它是万分之一的级率 你第一轮学习 可以把它给忽略到 可以把它给忽略掉 第二轮学习的时候 如果说你的基础很好 你想万福一失 你不是老师 万一考到怎么办 老师 我就想万福一失 万一的情况 我都要把它排除掉 好事情 这时候 你看万一考到重教通的话 它是什么水泥稳定低调 或者沥青稳定碎石 它都是在稳定两个字的 是不是啊 都是在稳定两个字的 啊 找共性吧 当然了 初学者 别搞这么多了 你分不开的 你一般考试 首先这是个很小几率 考个选择题 就是偶尔考到了 他会首选极端情况 你看要么是特中的 要么是中轻的 会首选 要么是最严重 要么是最轻的情况 首选极端情况来考询的题 好 说湿润多余地区 繁重交通路段 以采用排水基层 路基的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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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根据混凝土面层的 施工方式的不同 比混凝土面层 每侧至少宽出来一些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的基层啊 要为上面的混凝土楼面施工 两边各流出一些作业空间 两边各流出一些作业空间 比如说 如果是小型机具 来施工水泥路面的话 那它占用的空间比较小 所以基层每侧 比面层宽出来 300毫米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轨模式摊布机 这个时候呢 占用空间比较大 每侧要比面层宽出来 500毫米 那如果是 轨模式摊布机更先进了 现在大多数是 采用这种先进的 轨模式摊布机嘛 它就不用直接再设 模板了嘛 然后基本上啊 你看看啊 是占用空间更大 每侧比我们的混凝土面层 要宽出来650毫米 像这个小知识点啊 基本上考试就是我们讲的 很小的精力 1%以内的精力考到 所以呢 就大概有个印象就可以 你看啊 比如小对应的是3 小3 华对应的是6 很华6 是不是啊 小3很华6 大概有个印象就可以 你不用一四级 哎 我们杨同学 杨瑞奇同学问的是 沙和沙粒可以排水 为什么可以防冻呢 什么叫防冻电层 就是这个材料很耐动啊 我们讲的防冻也是防水 有水才会上冻嘛 比如说 比如说啊 我们普通的土层 普通的土层呢 在上冻的时候啊 它是强度比较高的 但是一旦解冻以后 强度会迅速降低 会发生溶层现象 而我们的沙粒材料 一方面它本来自称就耐动 石子的沙粒本来就耐动嘛 再一个 即便是解冻以后 它的强度损伤 不会那么明显 没有明显的溶层啊 它当然是耐动材料啊 所以它可以用作防冻电层啊 好 王群 溺清稳定碎石基层 属于柔性吗 当然属于柔性啊 溺清类的混合料 如果溺清面层的话 是柔性路面 它本身是柔性材料啊 那如果说我们仔细推敲一下 什么叫柔性啊 柔性指的是一定范围内 能够承受变形能力的 诶 在一定范围内 变形而不破坏的就叫柔性 在一定范围内 能够承受变形能力的叫柔性 比如说老学员 你注意分析一下哦 老学员 我们学到后面管理部分 有一个柔性管道施工 像钢管 球末周铁管 化学建材管 都是柔性管道 它是指在一定范围内 能够承受变形能力的 比如说钢管比下去一点 也不会破坏嘛 是不是 好 往后 说为了防止下渗水影响陆基 排水基层下面设置由水泥稳的力量 或者密集配力量组成的不透水底基层 这句话我们品味一下 品味一下 本身不是特别重要 但是呢我要把它的原理讲给你听 大家看啊 如果是排水基层 你说 它是用水泥稳定力量 或者密集配力量组成的不透水底基层 哎 我前面讲的这个思想啊 要想用做不透水的底基层 用什么材料啊 肯定用耐水材料嘛 比如你自己就被水给泡化了 你看怎么不透水 怎么防水 怎么割水啊 是不是啊 所以肯定是耐水材料作为不透水的底基层嘛 所以书上列举了 用密集配力量嘛 水力 沙力 是不是啊 密集配的力量 因为它是不透水底基层嘛 那肯定要用密集配的 就是比较密实 孔心力比较小的嘛 是不是啊 或者水泥为力量嘛 用这些 一 它要想不透水 就是保证它孔心力要小 要密实嘛 是不是啊 二 自身材料必须要是耐水材料嘛 所以水泥为力量 或者密集配力量 组成了不透水的基层 然后 大家 我如果问你一个问题 你仔细思考一下 如果 去一个选择题 问你 排水基层 用什么材料 来用作排水基层 你告诉我 你联想一下 排水基层 用什么材料 来 用作排水基层 首先 要想排水的话 打铁还需自身印 自身材料 是耐水材料 另外 要想排水的话 你的结构里面 空隙力肯定要大呀 你能不能用密集配力量 作为排水基层啊 肯定不行 如果本来就是密集配的了 一点空隙都没有 你还怎么排水啊 所以你这样推导一下 硬裙是什么 硬裙是 开极配的力量 作为排水基层嘛 是不是啊 开极配的力量啊 开极配 是保证孔隙力大 这样能够利用孔隙来排水 然后力量 保证它排水的时候 材料不会被水给它冲走 冲坏 是不是啊 不会被水给它 泡化掉嘛 所以说我们这样一推导就清楚了 你葡萄水的底基层 首先用耐水材料 力量类的 然后要想葡萄水 就很密实 没有空隙嘛 所以用密集配的嘛 是不是啊 或者说空隙用水泥的填满了嘛 是不是啊 水泥稳定力量不就这样的嘛 很密实啊 然后要想排水基层 要想排水基层的话 首先它的结构材料 是用的耐水材料 然后要想排水的话 它结构里面肯定要有足够的空隙 才能排水啊 所以我们说用开极配 这不就明白了吗 是不是啊 哎 对了 所以你看我们 张建讲的这个大空隙 开极配 实际上 你要想到 这个排水基层的概念 跟前面的OGFC 排水降噪路面 它的概念结构组成是类似的 我们前面 排水降噪路面 结构组成 它是不是表面层 或者上面层用的是OGFC 是大孔隙开极配的 就是孔隙比较大 然后可以排水嘛 然后 它下面有一个防水粘层 是不是啊 然后它的中面层 或者底面层是密集配 泥性化噪料 作为不透水的泥性层嘛 不透水的 底面层或者中面层嘛 是不是啊 等于它是上面排水 整个下部是封闭防水的 是不是啊 那这里排水基层概念也是一样嘛 它是上面排水 然后下面有一个 泥性分层或者防水土空珠 比如铺一层塑料膜 特别是防水土空珠嘛 然后下面是不透水的底层 整个结构也是上面排水 然后底部是封闭防水的 是不是啊 所以整个结构组成啊 是类似的异曲同工之妙 妙 很妙 工程上很多事情啊 你要死基因被 你觉得怎么这么复杂 但是你要把它到底想明白了 很妙 它非得这么做 不这么做 就实现不了它的功能 好 碾压混凝土基层 应设置与混凝土面层相对应的结枫 这实际上是一个基本的常识 它搞工程的都知道 如果说我们讲啊 上部主体结构的成江峰 它必须要以下部低级基础的成江峰要上下贯通在同一条数字线上 肯定是要保证在同一个部位均匀的成江 是不是啊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模拟题 多选 问你基层材料根据什么来选择 大家告诉我答案 基层材料根据什么来选择 车大选卡不卡 一横的卡了是吧 车大选卡不卡 好 其他选没卡是吧 好的 卡的选重新进一下啊 那么你看啊 刚才只要说 刚才只要说你听课听明白的 很快就选出来了吗 你说基层是一个中间层级 它是起到一个乘上起下作用的 乘上就要考虑到上面的交通等级嘛 是不是啊 起下就要考虑到下面的地质水纹不良情况啊 就要考虑到陆基康冲刷冷泥嘛 是不是啊 那当然选择B1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面层这里 说啊 水泥路面 为了防止它日暂冷缩 导致的板块 开裂 桥区 怎么办呢 所以说水泥路面上面啊 有很多这样的纵横交错的接缝 纵横交错的接缝 搞清楚 沿着行车方向的 就这个东西 沿着行车方向这个 它叫纵缝 也就是说 如果是这个方向 我们一刀切开 你看到的断面 就要纵断面图 是不是啊 那么沿着宽度方向 这个 这个 叫 横缝 也就是说 沿着这个方向 我们一刀切开 你看它的伤口 这就叫 横断面图 是吧 横缝 中缝 该年搞清楚 那么横缝 那么横缝里面 你看 设的这个杆件 这个叫 传利杆 快速路 主杆路的 横向 接缝 里面设的 这个叫 传利杆 传利杆 是光源钢筋 HPB 就是达光源钢筋 原钢 它是起到什么作用的呢 简单粗暴 给我用 字面一丝内键 传利作用嘛 怎么传利啊 均匀的传递 前后板块 承受的贺载 防止前后板块 受力不均 导致的 上下错台 然后啊 传利杆呢 它的某一端 还要涂上润滑 根里层 涂上根里剂 根里剂 比如说 传利杆 与一板块 是粘死的 与二板块 是完全脱离的 它要能够保证 前后两个板块 在热胀冷缩的作用下 能够自由的伸缩 未移 不受限制 诶 传利干的作用 能理解吗 一 它要传利 它要均匀的传递 前后板块 承受的贺载 防止前后板块 受力不均 导致的错台 二 它是光源钢筋 而且呢 传利杆的某一端 比如说这端 要涂上 隔离层 等于传利杆 与一板块 是粘死的 与这个二板块 是完全隔离的 这样才能保证 两个板块 在热胀冷缩的条件下 能够自由的伸缩 位移 相互之间 不受牵制 好 初学者 你就知道 横向接风里面 加的是传利杆 是光源钢筋 就可以了 然后呢 纵风里面 你看看啊 像这个 纵风这里面 纵风这里面 设的这个叫拉杆 你看就这吧 纵风里面 设的叫拉杆 自明一次 拉杆是干什么的 拉杆 是拉住 左右两个相邻的板块 防止纵风以后 不断变宽的 拉杆 就是为了拉紧 左右两个相邻的板块 防止纵风以后 不断变宽的 所以为了拉紧 左右板块 要想拉紧的话 得增加握果力啊 所以拉杆用的是 HR比 热闸带勒杆筋 就是我们普通讲的 螺纹钢啊 就这种螺纹钢 你看这种螺纹钢 才能增加握果力 拉紧的时候 才不会打滑 才能拉得更紧啊 就这个意思 好 初学者 你就知道 纵风里面设的叫 拉杆 是带雷钢筋 横风里面设的叫 传逆杆 是光源钢筋 就可以了 常见的横向接风 有缩风 有帐风 有横向的施工风 自明一次 你解释了 什么是缩风啊 诶 它是防止板块收缩 导致的混凝土路面被拉裂的 什么叫帐风啊 它要为 混凝土板块受热膨胀 流出膨胀 生胀的空间 这叫帐风嘛 什么叫施工风啊 它是施工的中段部位嘛 比如说 一条路很长 几十公里长 我今天晚上做了这么一点点 晚上我要回家睡觉了 那第二天 接着这里再来铺路的话 那 新老混凝土的接触部位 施工的中段部位 它不就是施工风的部位吗 好 当我们 啊 纵向接风设置 到底是如何来 什么地方是中风呢 它是根据路面宽度和施工的铺住宽度来设置的 你要去读书本语言啊 好绕口哟 但是你仔细想一下 这个东西不是很简单吗 比如说啊 比如说道路设计宽度有这么宽 但是呢 我铺的时候 设备受限呀 设备就这么大呀 我一次只能铺这么宽的宽度 那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不就是中风的位置了吗 是不是啊 一次的铺住宽度 小于这么宽度了 那肯定 这个地方就有中风的位置了吗 好 那么到底什么地方要说帐风呢 那肯定是容易胀裂的地方了 什么地方容易胀裂啊 比如说 在临近桥梁 或者其他固定构筑屋处 板后改变处 小半径曲线处 这些地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它们都是杖缩硬力突变 或者杖缩不同步的地方 容易胀裂的地方 当然又是胀裂了 比如说临近桥梁 或者临近其他固定构筑屋了 你本来是路 然后旁边是桥 它们结构不同 材料不同 可能热帐冷缩不同步啊 当然容易胀裂了 是不是啊 或者板后改变出 它硬力突变呀 当然容易胀裂 是不是啊 容易开裂呀 小半径曲线 就是极端啊 慢的地带 是不是啊 它当然容易胀裂呀 哎 这些杖缩硬力不同步 或者硬力突变 或者容易胀裂的地方 反正容易胀裂的地方 咱们都要设胀风啊 好 接下来 那么 什么地方需要配金补墙 就是说啊 我们水泥路面 在一些局部的薄弱的地带 啊 或者说需要特殊保护的地带 我们在水泥路面里面要增配钢筋 补墙啊 你比如说 在水泥路面的自由边缘处 自由边处 或者承受繁重交通的帐风施工风 或者小于90度的面增脚雨 或者水泥路面下面下穿施政管线的路段 或者雨水口就拿紧周围 这些显然要么是薄弱的环节 要么是需要特殊保护的地带 比如说下穿施政管线了 下面有管线 那这个时候 当然水泥路面板里面要增配钢筋补墙嘛 是不是啊 特别提醒你一下哦 考试的时候啊 比如喜欢出一道选择题 他问你 下面哪些地方需要啊 设帐风 他会把需要配金补墙的场合 和需要设帐风的场合 给他混淆起来 让你去区分 所以说我们需要设帐风的地方 和需要配金补墙的场所 要把它理解 都不能混淆 那么大家再看啊 再看 现在 你看到水泥路面板上面 有这么 这个这个刻痕 大概是深度 一到两毫米 它属于是抗滑构造 防止打滑的嘛 那么这个抗滑构造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14年的一键时针 搞了一道多选 就问你 水泥路面上面 抗滑构造是如何形成的 你看啊 用刻槽 压槽 拉槽或拉毛等方法 形成抗滑构造 大家再看我这幅图哦 这个人在聚粪 在切粪 一般那个缩粪啊 就是这样后切切出来的 等混淆土凝固以后 不阴不软的时候 咱们聚风 而且它聚的时候啊 比如我画它的一个断面图 是这样的 比如我画一个重断面图 是这样的 这是行车方向 这是行车方向 重断面图是这样的 它聚的时候呢 聚这个横向的缩缩缩缩 它不完全聚穿 只聚到板后 大概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深度 它不完全把板块击穿 所以这个缩缩 我们讲通常它是假缩的形式呀 造假的并不是完全贯穿的缩 只是表面作假的一个缩 没有往下贯穿 是不是 那么帐缩呢 它通常是针缩的形式 帐缩 它通常是针缩的形式 是实实在在施工 就留在了你的从下往上贯通的真正的缩 帐缩 帐缩 为了保证混凝土受热膨胀的空间 帐缩一般比较宽嘛 帐缩宽是20到25毫米 它要为混凝土板块受热膨胀 留出一个膨胀生胀的空间呀 而缩缩 它是这个锯片锯出来的 所以缩缩的缩宽 一般是3到5毫米 或者4到6毫米 我们就记一个5毫米左右吧 因为缩缩是聚缩机锯出来的 所以缩宽就跟这个锯片厚度差不多嘛 就是它锯出来的 就是它切出来的 是不是 好 这样针缩甲缩 缩缩帐缩概念 咱做一个了解 可以了 我们看19年的一键真题 考了一道多选题 说 刚性路面施工时 应在什么地方设置帐缩 刚性路面施工时 应在什么地方设置帐缩 应在什么地方设置帐缩 这期选什么 你看啊 简查经周围是圆弧形的嘛 曲线形嘛 是不是啊 简查经周围应当是配金补强啊 因为简查经部位 它容易被压坏嘛 是不是啊 所以要对它特殊保护啊 配金补强 纵向施工凤周围 要是帐缩吗 当然不是啦 我们讲帐缩也好 缩缩也好 它都属于是横向接缩嘛 它纵向哪有这些东西啊 我们说承受繁重交通的啊 纵缩施工凤部位 要配金补强是不是啊 那是指的承受繁重交通的 这些纵缩啊 收缩的部位 要配金补强 然后小半径平直线出 就是我们讲的 机转弯地带 那当然要是帐缩了 容易张裂嘛 板后改变出啊 当然要是帐缩了 它应力突变容易开裂嘛 是不是啊 领进桥梁处哦 当然要是帐缩了 它材料不一致了 帐缩引力不同步嘛 容易张裂嘛 是不是啊 所以说需要设帐缩的地带 是CDE 这一题刚好就是 把书本上设帐缩的 或者说需要配金补强的场合 混合到一起 来看你能不能会区分的 接下来主要原材料这里 你要想施工水泥混凝土 那你说用什么材料啊 大家生活中都见过嘛 水泥混凝土 起码得有水泥 都有杀 石子水 以及外甲鸡 很多专业外的学员 对外甲鸡不是很熟悉 它是为了改善混凝土性能的 一些外甲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问题史中用的这个杀 采用质地坚硬吸毒魔术2.5G以上的这种符合集配规定的粗杀 中杀 以后整本书 但凡看到杀的95%以上基本上都是中粗杀 啊 局部的细节有那么一个地方用到细杀 后面会讲到在管道内里面 但是考试基本基本上就考不到啊 所以说以后凡是讲到杀的 你就大概的就粗略的理解为 都是中粗杀就可以了 你看 不宜使用抗魔性较差的水层盐类机制杀 啊 然后海砂不得直接用于混凝土面层 因为海砂还有绿粒子呀 是不是啊 它有腐蚀性啊 即便是进化出离后的海砂 这里要符合行业标准的规定 实际上在过去教材上是明确讲的 进化海砂只能用于支路一下 好 外加剂的要求 说啊 外加剂应符合规定 比如说什么减水剂呀 什么缓铃剂呀 什么枣墙剂呀 什么防冻剂呀等等 这些都是外加剂嘛 以后 但凡我们讲到外加剂的 你都得知道啊 一 要有产品质量合格症 二 必须要做参配试验 哎 以后 但凡讲到外加剂的 一 我们讲 要有产品质量合格症 外加剂要是合格的 二 要做参配试验 好 接下来张峰版 这条呢 我现在让你先画出来吧 重要 后面管理部分也会讲到 但我现在先把它给讲了 啊 那么这个呢 曾经考过案例题 二零年的二件时针吧 左右 考过案例题 就考察你这个帐风的构造啊 你看啊 这个叫木欠条 这方块子叫木欠条 这边这个叫端头挡板 然后你看好了 木欠条下面这个东西 这叫帐风板 这叫帐风板 然后你看好了啊 这个叫传利杆 传利杆 这边这个叫套管 钢皮套一样嘛 套管里面会有润滑油脂啊 你注意看哦 传利杆这边涂了黑色 它涂了根基层啊 那么当年二件考试考的案例题 就请问你传利杆 哪边是固定端 哪边是自由活动端 那肯定一是固定端嘛 传利杆跟一板块固定端是连死的嘛 然后二这边是自由活动端嘛 因为传利杆在二板块中的部分 涂了根基层 它跟二板块之间是完全脱离的嘛 所以说以后受热了 或者说先是受冷收缩 传利杆会跟着一板块一起往这边 位移受冷收缩 此时就像拔钢皮套一样 传利杆就从我们的套管中 有一种拔出来的趋势嘛 那以后升温了 天气升温了 然后受热膨胀了 这个时候一板块混凝土就往这边膨胀嘛 会带着传利杆一起往这边就位移 此时传利杆又像套钢皮套一样 又套进套管里面去了 真巧妙 传利杆这边是与一板块完全粘死的 这一边涂了黑色的根底层 跟二板块之间是完全脱离的 这样才能保证一二两个混凝土板块 能够自由的伸缩位移 相互之间不受牵制啊 那么以后啊 我们把这个上面的木线条拔做以后 方块子木线条拔做以后 把缝里面清滴干净 然后用树纸类 橡胶类 精力一些胶泥类 改新的清类来填缝 填这个缝 并且加入奈老花机 这个填缝材料 这几个材料啊 你要把它构化出来 我们要想到用什么材料来填缝呢 首先填缝材料一定是柔性的材料 为什么呀 因为它要保证混凝土板块 能够受着膨胀挤压呀 是不是啊 所以说填缝材料当然是柔性材料了 而且是柔性的耐水材料 它要防止雨水从这个缝里面下渗啊 所以它填缝进去以后 还要有防水耐水的效果 是不是啊 你这么一想 柔性的耐水材料 作为填缝材料 你就能记住了 你看树纸类 橡胶类 均立一些胶泥类 改新的清类 它可不都是柔性的耐水材料吗 帐缝板 你看啊 下面的这个张峰板 哎 它是厚 二十毫米的 水面性好的柔性板材 你看 张峰板是这个东西 好 这样呢 我们首先把这些构建名称 包括 啊 千锋材料 做一个识别 后面我还会再讲到 我们看 这个讲过了啊 DIYi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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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门远远远的